他向人借了五十万,还债时发现钱被公司财务攀梅挪用。 我绝对不是故意要拿这笔钱,确实是有急用。 攀梅无力还钱,却给他出了个救急的主意。 我们可以一起设一个赌局,一起出了钱,保证可以赢很多钱。 欠债还不上,他会选择报警,还是会采纳攀梅的馊主意。 涉局骗钱,反被骗,法律讲堂即将播出。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,欢迎收看法律讲堂。 俗话说,欠债还钱天经地义。 创业阶段的郑强始终牢记这句话,在公司急需资金陷入困境的时候,借了王虎五十万。 公司状况刚刚好转,郑强就提前把钱还上了。 谁称想啊,这春节将至,郑强公司的门前却来了几位不速之客, 大约五六个标形大汉就堵在公司的门口,领头的不是别人,正是王虎。 王虎要求很简单,就是让郑强立刻还钱。 这让郑强是一头雾水啊,自己明明两个月钱就还了,今儿王虎怎么还来要债啊?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?难道要讹诈不成? 郑强借钱这件事还得从一年前说起。 郑强的家在农村,父亲很早就去世了,从小靠母亲一个人带大。 家里贫困的他呀,勤奋自强,经过努力考上了重点大学,是全村人的骄傲。 大学毕业之后,郑强选择了创业这条路,自己成立了软件公司。 公司刚成立的时候,工作人员没有几个,除了郑强和财务攀媒,还有四五个业务员。 虽然公司规模不大,但是郑强非常勤奋,这小本生意经营的还不错。 然而不幸的是,就在这一年,因为有一个客户违约,导致公司损失很大,陷入了困境,急需一笔资金来解决危机。 就在他一筹莫展的时候,公司财务想了一个办法,对郑强说,我认识一个朋友,是个大老板,关系还不错,我去看看他能不能借给我们一些。 攀媒的这个朋友就是王虎。 王虎在当地小有名气,从事餐饮行业,王虎京的餐馆已经发展了五六家连锁店。 在攀媒介绍之前,郑强只是有所耳闻,但并不认识这个王虎。 过了几天,攀媒帮郑强约上了王虎见面,三人一起吃饭,推杯换盏间,这郑强就把自己的艰辛难处告诉了王虎。 王虎处警生情,仿佛看到了当年的自己,对小郑说, 我也是白手起家,一步一步打拼上来的,知道创业的艰难。 再说,这攀媒也是我的朋友,于是呢,就答应借给郑强五十万,一年之内还清。 做生意最重要的是要讲诚信,郑强也一再保证及时还款。 王虎说呀,这大家都是做生意的,又是第一次打交道,还是得立个字句,有个保证人。 如果郑强到其不还款呢,这个保证人要承担还款的义务。 这时候,攀媒主动说,自己来做保证人,大家都是熟人,不会做赖账这种事。 于是三人就一起签了一份借款合同,攀媒作为保证人也在上面签了字,钱就这样借到了。 郑强看到攀媒为自己做的这一切,很是感动,对攀媒也是格外信任。 攀媒既是公司的会计,又是出纳,公司财务进进出出都是攀媒一个人做主。 平时汇款转账,就跟郑强打个招呼,郑强也从不看账。 郑强以为自己借到了这笔钱,就可以转为为安了, 却不知道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,还有意料之外的事情在等着他。 王虎借的50万帮公司渡过了难关,公司也迎来了一个又一个的订单,总算是回到了正轨。 时间过得很快,离缓缓期限还差两个月,郑强的公司有了盈利,刚刚涨个50万。 这郑强就让攀媒把钱还给了王虎。 郑强与王虎自借钱以后,一别就再也没见过,没想到再见面就是公司的赌门事件了。 当郑强听到王虎还要自己还钱的时候,一下就愣住了。 明明两个月前就让攀媒把50万还给王虎了, 为什么今天王虎还来要钱呢? 难道是讹人吗? 郑强是战而和尚,摸不着头脑。 王虎却说呢,前几天给攀媒打电话,催攀媒还钱的事。 攀媒说呢,公司目前资金紧张,让他再宽限些日子。 所以王虎才会气势汹汹的找上门来,后悔当初相信攀媒, 这一生气啊,叫上几个小伙子到郑强的公司来问个究竟。 这时候郑强冷静下了一下,这件事就三人经收。 如果王虎说的是实话,问题就可能出在财务攀媒身上。 于是急忙给攀媒打电话,可是电话却一直打不通。 郑强才想到,攀媒前几天请假回家了。 攀媒暂时找不到,郑强只能向王虎赔罪, 表示一定把事情弄清楚,给大哥一个交代, 让王虎等人先回去,自己绝不会赖账。 郑强再次回想起这件事啊, 自己是让攀媒把钱还给王虎的, 那么自己肯定没有赖账。 那这只能是另外两个人的问题, 要么是王虎讹人,要么是攀媒身上出了问题。 郑强心想,无论怎么样, 现在最要紧的是找到攀媒,弄清楚情况。 可是攀媒到哪儿去找呢? 他只知道攀媒是本地人, 却从来没有去过攀媒的家, 更不知道他家在哪儿。 他发动所有的员工, 帮他找攀媒的地址, 大家把办公室是翻了个遍呢, 好在找到了攀媒的劳动合同, 在劳动合同里找到了攀媒的家庭住址。 攀媒的家在一个小胡同里非常偏僻, 房子也很破旧。 看到郑强找到自己家, 攀媒的表情非常复杂, 眼神中有惊讶, 也有一丝怨恨。 当时只有攀媒一个人在家, 这屋里可以说是凌乱不堪, 简直不像一个女孩子的闺房。 郑强进门就问攀媒, 到底有没有还钱给王虎? 攀媒流下了眼泪, 解释说, 我绝对不是故意要拿这笔钱, 确实是有急用。 郑强非常生气地说, 有急用可以跟我说呀, 干嘛做这种事情呢? 攀媒哭得更伤心了。 攀媒说自己的母亲得了重病, 急需一笔医疗费, 这数目巨大, 自己也没有什么办法, 于是就先斩后奏, 用这笔钱应了急, 日后一定会把这笔钱还上, 但是要宽限一段时间, 让他把家里的事情先处理好。 看到泪流满面的攀媒, 郑强是既恨又同情。 攀媒还带郑强, 亲愿看刚刚手术后虚弱的母亲, 随后呢给郑强写下了借条, 说这五十万, 他一定想办法还上。 郑强看到, 攀媒呀是家徒四壁, 所以说攀媒承诺还钱, 可拿什么还呢? 什么时候才能还得上呢? 这王虎可不是好惹的, 一周之内还不上, 这王虎可是放了狠话, 让他这个小公司关门。 这可怎么办? 郑强听从攀媒的主意, 涉赌局赢钱还账。 攀媒向郑强掩饰了一番, 怎么出老钱? 赢钱的郑强暗自窃喜, 意想不到的事情却发生了。 两个蒙面男子闯了进来, 手里还各拿着一把尖刀。 郑强没赢到钱, 还搭上了本钱, 而攀媒却再次失踪了。 涉局骗钱, 反被骗, 法律讲堂正在播出。 攀媒看出来郑强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, 说自己有一个办法, 来钱很快, 不妨一试。 郑强连忙问, 是什么办法呢? 攀媒说自己认识好几个有钱的富二代, 家里拆迁得了很多钱, 有钱又不在乎输钱, 整天是无所事事, 陪他们玩就行了。 我们可以一起设一个赌局, 你再拿几万块钱本钱, 咱们买些工具, 一起出老钱, 保证可以赢很多钱, 不就五十万吗? 咱们也不赢太多, 就把该还给王虎的钱赢来就行。 郑强比较犹豫, 从小这母亲就教导自己做人一定要诚实, 现在做这种骗人的事, 自己实在有些不愿意。 攀媒又劝他说, 我们以后有钱了, 再还给他们呗, 现在不也没别的更好的办法了? 郑强想到自己为之奋斗的事业, 马上就要复制一句, 这头脑一热就答应了攀媒。 攀媒向郑强掩饰了一番怎么出老千, 这熟练程度让郑强感到惊讶。 到了晚上, 攀媒约了两个富二代和郑强一起吃饭, 经攀媒介绍, 两位富二代, 一位叫王海, 一位叫杜子七。 吃饭期间, 攀媒故意向两位是频繁的敬酒, 让两人有些微醺, 这喝得正高兴, 攀媒便说, 大家一起玩几句, 今天我老板来了, 咱们玩大的, 来点刺激的吧。 小王和小杜呢, 也表示同意, 攀媒于是把三人带到白天做过手脚的麻将机, 大家商量好规则之后, 就开始了赌局。 按照郑强和攀媒事先约好的, 先故意输几句, 引两位富二代上钩。 这开始的时候啊, 郑强和攀媒输了不少, 郑强有些着急了, 连忙向攀媒使了个眼色, 表示不能再输下去了。 攀媒领会了正强的意思, 示意一切尽在自己的掌控之中, 于是就偷偷的使用了遥控器, 不出所料, 有了遥控器的帮助, 两人开始奇迹般的转运了。 富二代倒是背了起来, 一连输了好几把, 一会儿就输了几万块, 这小杜输了几局之后就开始嚷嚷, 真是见了鬼了, 怎么这么背啊? 有了小杜的质疑, 郑强和攀媒稍微收敛了一些, 不敢连着赢得太明显了, 可总体来说还是赢多输少。 就这样, 郑强和攀媒赢的钱是越来越多, 就在郑强暗自窃喜的时候, 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。 大家堵着堵着就到了夜里十二点, 就在这个时候, 突然门被一脚踹开, 两个蒙面男子闯了进来, 手里还各拿着一把尖刀, 男子进门后拿刀指着四人喊道, 都双手抱头, 把手放在桌上, 谁敢报警我就打死他, 大家被这突如其来的场面给吓蒙了, 只有小杜像见到旧姓一样, 对蒙面男子说, 你们来得正好, 今天我输钱输得有些不对劲, 肯定有人出老千。 听了小杜的话, 蒙面男子拿出一个吸铁石, 在这麻将机上是来回的移动, 果然有两个骰子被吸了上来, 这男子用刀把骰子是一刀劈开, 里面正好有个吸铁石, 看来真是有人做手脚。 小杜和小王顿时感觉被骗了, 指着正强和攀梅说, 朋友一场, 你们居然出老千骗人, 这事没完。 蒙面男子也拿着刀对着两人说, 我平生最恨出老千, 你们今天不给个交代, 就别想离开这儿。 正强已经吓得是语无伦次了, 攀梅连忙上前是鞠躬道歉说, 都是我的错, 与他无关, 这样, 今天这里的钱你都拿走, 要别的也没有了, 我们也不报警。 这正强一听啊, 这下本钱都搭进去了, 刚想反对, 这蒙面男子是狠狠地踹了他一脚, 说怎么着, 你还想反抗, 今天这钱我还就要定了, 我还得好好教训你们这出老千的。 正强是敢怒不敢言呢, 蒙面男子把钱拿走之后, 两个富二代也愤愤地走了, 只剩下正强和攀梅两个人, 攀梅又开始哭了, 这刚才的勇气已经没有了, 联盟道歉对不住正强, 正强说, 要不咱们报警吧, 攀梅马上阻止他说, 我们这也是赌博, 也属于违法行为, 要是警察来了, 我们如何解释, 难道把自己也弄进公安局吗? 你还有公司, 我还有老母亲要照顾, 难道都不管了吗? 正强听攀梅的就放弃了报警, 不但没赢着, 又搭上四万块钱本钱, 这四万块钱可是正强的全部家当, 吃了个哑巴亏呀。 时间已经到了凌晨两点, 两个人是精疲力尽, 于是各自告别回家了。 回家后的正强虽然很累, 却怎么都睡不着, 他回想今天发生的事情, 越想越郁闷, 再一想自己第二天还得面对王虎, 还要还债, 他更是一夜无眠, 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, 让他头疼的事情还在后面。 正强于是又联系攀梅, 想让攀梅再想想办法, 让他向债主王虎去求情, 再宽限节时间。 可谁承想, 攀梅却像人间蒸发了一般, 电话始终无人接听, 正强坐不住就赶到攀梅的家里, 但是家里已是人去镂空。 正强心中是百般疑惑, 攀梅怎么又不见了呢? 心里非常着急, 向邻居四处打听, 才知道攀梅全家已经搬走了。 正强觉得有些蹊跷, 越想越不对劲, 感觉自己可能被骗了, 于是就报警。 这公安机关立案之后迅速展开调查, 通过查询攀梅的乘车、 住宿等信息, 锁定了攀梅的位置, 将攀梅抓获。 审讯中, 攀梅交代了整件事情的原委, 原来这一切都是攀梅设下的圈套, 攀梅自从来到公司, 就对正强有了好感, 勤奋好学的正强踏实肯干, 憨厚善良。 攀梅从小在胡同里长大, 有点男孩子性格, 十分外向。 正强的这种勤奋踏实, 让攀梅十分欣赏, 感觉可以依靠。 一颗温暖的种子就这样买下, 相处时间长了, 种子也慢慢的生根发芽。 攀梅觉得是时候向正强表白自己的爱慕之情了, 但是没想到的是, 却遭到了正强的拒绝。 虽然自己为公司付出了那么多, 但是正强所喜欢的呀, 并不是攀梅这种性格的女孩。 攀梅感到自己心中的那颗种子被泼了开水, 主动表白已是不义, 却还遭到了拒绝, 有些心灰意冷, 于是就请假说, 家里有事, 春节过后再回来上班。 回到家后, 这攀梅也整日为这事烦恼, 想着自己为公司付出那么多, 心里非常不平衡。 当时正强让他还债的时候, 正赶上他母亲病重, 急等着用钱, 于是他就用了这笔钱来应急, 打算两个月内借到钱, 在神不知鬼不觉的还上, 所以就没有事先告诉正强。 但是攀梅并没有想到, 他两个月内没有借到钱, 他想尽快还钱的想法, 也遭到了家人的拒绝。 到底发生了什么呢? 攀梅本想还钱给正强, 父亲的做法让他无可奈何。 攀梅的父亲就把剩下的钱拿去还了赌债。 攀梅无法向正强交代, 父亲和哥哥给他出了个主意。 让正强拿几万块钱当本, 以抓老千的由取得正强的钱财。 正强是否会落入圈套, 攀梅一家人的做法是诈骗还是抢击? 设局骗钱反备骗, 法律讲堂正在补充。 其实, 当时赌局在场的人除了正强, 其他的人都是一伙的。 两个蒙面绑匪, 不是别人, 竟然是攀梅的父亲和哥哥。 两个一块打牌的也是他们找来的小混混, 根本不是什么富二代。 原来攀梅家一共四口人, 除了攀梅和母亲之外, 还有父亲和哥哥。 父亲以前在工厂做工人, 因为工作老实犯错被开除了, 之后就没有找到稳定的工作。 偶尔打打零工, 在家也是好吃懒做, 啥都不管, 倒是期望天上掉馅饼, 经常出去和别人赌钱。 父亲思想上比较重男轻女, 因此呢, 非常偏向哥哥, 对攀梅是漠不关心。 哥哥高中毕业之后, 就没有考上大学, 也没有找到工作, 一直待在家里是游手好闲, 整日无所事事。 母亲年事已高, 攀梅毕业之后, 便逐渐成了家里面最主要的经济来源。 然而, 攀梅的工资啊, 刚够家里面生活所用, 没有什么存款。 这次母亲病重, 家里没钱治病, 非常着急。 这父亲和哥哥啊, 一直让攀梅想办法拿钱治病。 攀梅不忍心看病重的母亲受苦, 就用了正强打算还款的五十万。 母亲的病算是稳定下来, 攀梅本想把剩下的钱还回去的时候, 却发现已经被父亲取走。 原来攀梅父亲由于好赌, 在外面输了很多钱, 还借了高利贷, 这追债的人啊, 最近上门讨债, 攀梅的父亲就把剩下的钱拿去还了赌债。 当正强找上门之前, 攀梅父亲和哥哥就已经商量好了对付正强的计策。 他们对攀梅说, 我们家现在这么紧张, 你妈的病还没有彻底好, 老板找上门来要钱, 我们也还不了。 这样下去啊, 我们这个家就得家破人亡了, 所以得把正强拉下水。 父子俩教唆攀梅设下这个赌局, 让正强拿几万块钱当本一起出老钱去赌钱, 并找到两个人冒充富二代假装输钱。 等两位富二代输得差不多的时候, 这攀梅呢向小杜使了个眼色, 小杜发短信给攀梅的父亲。 攀梅的父亲和哥哥便持刀冲进屋内, 以抓取得正强的钱财。 正强是被蒙在鼓里, 信以为真, 直到正强找不到攀梅, 才开始怀疑自己被骗了, 以诈骗罪报了警。 接警后, 公安机关侦察认为, 攀梅和他的父亲哥哥, 还有两个小混混涉嫌抢劫罪, 而不是诈骗罪。 随后公安机关以抢劫罪, 将案件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。 那么本案犯罪嫌疑人是构成诈骗罪, 还是抢劫罪呢? 两者又有什么区别呢? 诈骗罪与抢劫罪的区别, 关键在于行为方式不同。 诈骗罪是采用虚构事实, 隐瞒真相的方法, 使被害人自愿将财物交给诈骗行为人, 而抢劫罪是指以暴力、 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抢劫公司财物的行为, 抢劫罪一般是直接针对被害人的身体或精神施加强制手段, 使被害人的身体因受到强制而失去反抗能力, 从而夺取财物, 或使被害人陷入恐惧被动, 向抢劫行为人交付财物。 在本案中, 潘梅等人是以非法债友为目的, 最终取得了正强4万元的赌资, 抢劫罪的暴力威胁的方法, 必须达到足以压制被害人反抗的程度。 本案中, 潘梅的父亲和哥哥正式采用殴打并持到威胁的手段, 在正强不能反抗的情况下, 竭得其财物。 虽然看起来, 正强是被蒙在鼓里, 被骗入赌局的, 但是被骗入赌局的正强并没有输钱, 反而赢了很多钱。 真正受到财产损失的原因, 是潘梅的父亲与哥哥的强行抢劫行为。 正强并不是基于错误认识, 主动处分自己的财产, 而是基于犯罪贤人的暴力行为被动交付财物。 所以本案当中, 潘梅父亲和哥哥构成抢劫罪。 潘梅及另外两个人作为共犯, 为其提供了帮助属于共同犯罪, 以共同犯罪定罪处罚。 检察院以抢劫罪对潘梅, 潘梅的大哥父亲等人起诉, 最终法院与抢劫罪定罪量刑。 其中潘梅的父亲哥哥属于主犯, 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。 潘梅作为从犯, 被判处两年半有期徒刑。 王海和杜子柒也认定为从犯, 被判处两年有期徒刑。 50万元的债务, 郑强还得还给王虎, 郑强只能通过民事诉讼的方式要回这笔钱, 但潘梅显然没有能力偿还, 民事判决目前无法得到执行, 只能等潘梅出狱后有收入时再偿还。 潘梅生在一个不幸的家庭, 从小的家庭环境, 家人的不良影响埋下了犯罪的种子, 一家人自作聪明, 涉举抢劫, 触碰了法律的底线, 后果是越来越严重。 郑强过度信任攀梅, 对公司财务也缺乏最起码的监管。 对于一些初创阶段规模比较小的公司, 这种靠信任管理还是比较常见的, 这就存在着潜在的风险。 对于财务这么重要的岗位, 首先要做入职前的背景调查, 了解他以往的工作情况, 他的家庭情况, 规范财务制度, 事先要审批, 事后要核实, 也可以借助第三方审计, 避免此类情况的发生。 郑强急于摆脱困境, 既不择时, 慌不择路, 最终才陷入了潘梅家人的圈套之中, 不但没有赢钱, 反而扩大了损失。 任何偷鸡取巧, 一夜暴富的想法都是不切实际的, 勤劳致富, 制度管理才是正道。 好,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, 观众朋友们再见。 他接到女婿的一个电话, 说女儿意外死亡, 在女儿的脸上身上, 竟然有大面积亲嘴, 女儿死亡的异常状况, 让父亲既震惊又愤怒, 是不是你害死了我女儿, 女儿死亡后, 女婿失踪, 还有人冒充女儿卖掉了房子, 女儿的死跟女婿到底有没有关系, 女儿突然离世, 房被卖, 明日播出